不對不對不對 我再看一次 不要想偷看我的題目 我有發現你有求婚的意圖 有 真的是氣死了被我媽爆雷 我什麼時候對你送心的 我怎麼知道啊 我有什麼小習慣是你覺得是可愛的 就是笑到都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了 以為他喘破氣 就都沒有聲音了 然後覺得你沒事吧 還在笑 那個是最可愛的 我第一次碰到我覺得蠻可愛的 然後在下一個階段就是會笑出有豬的聲音 我最喜歡的音 我最喜歡的音樂 很吵的音樂 後面還有很多鼓聲 很多Band的那一種 對我喜歡Band的音樂 我都會把它關掉 因為我自己喜歡比較安靜 就是爵士樂的那種 真的 真的 就是在音樂這方面的時候 你真的還蠻安靜的 就是peace的 我們開車的時候都會搶那個Bluetooth 對 對 我有沒有發現你有求婚的意圖 有 有 真的是氣死了 被我媽爆雷 我這時候心裡很煎熬 所以我媽就訊息我說 欸你知道嗎 你今年會被求婚喔 然後我就想 蛤我 我 因為現在我媽媽 允不允許就是 我跟你女兒求婚 過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她收到簡訊 欸你看一下 當下我是覺得我看 我是看中文看不懂嗎 什麼意思啊 我也要跟你求婚 我真的是看第三次了 我才發現 真的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媽還好想 嘘 不要說 什麼原因讓我堅信 兩人可以共組家庭 我覺得我們兩個相處的時候很自在 就是也不用假裝 然後 她很勇敢的讓我做自己 然後我也很放手的讓她去 對 去做她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的相處中 感覺到非常的自在 然後就 真的是 不講話也沒關係 對 然後 很知道對方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很難等的 就是永遠都會享受當下 我最喜歡兩個人一起做什麼事 聽音樂 你有喜歡我的爵士樂嗎 但是我覺得當下事其實是在 兩個人的空間的時候 不是嗎 我是做菜啦 對啊 做菜跟聽音樂的 對 因為她是一個很會做菜的人 所以我在廚房的話 我就可以當她的soul chef 我可以幫她備料啊 然後幫她 幫她洗碗啊 然後就聽我們喜歡的音樂 然後一起煮飯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自在 然後 說宅滿宅的啦 但是 現在我們就是過節也常常都不出去吃飯 我們就可以一個禮拜前開始想 喔我們這次想要吃什麼 然後我們就開始上網找 好適合我們的 recipe 對 對 然後就覺得是屬於我們 幸福的空間跟習慣 嗯嗎 我最喜歡跟你一起去的地方 健身房 爬山 爬山我們是第一次啊 所以也不算是最喜歡 好像不是最喜歡的地方吧 健身房 可以吧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然後他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的人 然後像我自己去健身房 他就會問我說 你今天做了什麼訓練 你今天有練胸有練背 蛤你沒有練二頭嗎 就是他會是我的教練 他會就是一直這樣子看著我 欸你這禮拜都沒有去健身房 你什麼時候要去 所以他一直約我跟他一起上健身房 他真的很認真 他現在堅決不要 我覺得好可怕喔 我會有教練還有第二個教練 這應該都是我們沒有公開過的小秘密喔 希望你們會喜歡